算是很努力上性 它是比較踏實型的 我之前遇過的都比較沒有這個特質 我們以前的就是比較 稍微浪子一點點 藝術類一點點的 會 去年也有 基本上每一年 如果我有男友我都會去拜年啦 因為我覺得這是禮貌 所以我都會去拜年嗎 喔 不會 我是他 因為我就是 對啊 因為又還沒 下進去 因為我爸媽都不會像我洗碗了 就何況是別人的吧 對吧 那會不會擔心餐桌上被問下一步嗎 不會耶 餐桌上被問下一步 我就會很真實的回答 就是說我現在可能還沒有這個想法 因為畢竟我結果已經離過一次了 所以現在不會有那麼的憧憬 覺得好像我一定要進入婚姻 最欣賞男友的地方是我覺得他很 算是很努力上性 對 確實因為我之前遇過的都比較沒有這個特技 我以前的就是比較稍微浪子一點點 藝術類一點點的 那我這一次這一個他是比較踏實型的 嗯 就是一步一腳印的那一種 比較好實 對 老實 然後也比較乖的那一種 嗯 會 對 因為我覺得這一點好像 是一定要的 對我來說已經 因為我們小孩就是不可以改變的嘛 對 所以 所以對象一定他基本他一定 不能說他一定要很愛他 可是他一定就是要能很接納他 對啊 對啊